整體來講 有幾個案子 大家看到這邊有很多的 小格子 事實上這是讓我們比較擔心的 都是一些 獨立的個案 現在大概昨天這樣出來 除了在 左邊 這個 22952跟23084 這是在疫調裡面衍生出來的案子 就最早是22701 那他先生 22741 那山友職場朋友這個案例 剩下在右邊這一邊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從23076 在永和加館 23124在淡水 55歲的男性 那23063是一位孕婦 然後他自己快篩 那足跡也蠻多的 然後23064 23065是一位外看 跟他的僱主 那也有症狀 所以兩位去採 那變陽性 23078 23079 這個是在大家講 他在彰化 然後他們兩位是一個經營寵物店 那所以南北的足跡很多 那跟新北的一個地方 在剛剛所報告的 那個 社區裡面 也有那邊的一個足跡在 但是是不是有關聯 那現在還不清楚 只知道有足 足跡的連重疊 然後另外23126是安樂區53歲的男性 他也是自己去採 然後採出是陽性 所以看到這裡面 大概12345 等於是有8個 等於是有8個人 那有6期 那這都是 現在都不清楚 而且 看起來沒有特別的一個地域的關聯性 職場的關聯性 但是是不是過2天的經過調查 會能夠更清楚 我們不知道 不過這是一個警訊 社區有多發的點 可以看到在 新北 這邊就有2個 那 台北有2個 彰化1個 基隆1個 加上前2天 還有一些感染不明的 在那調查的相對的清楚 可是事實上 從另外看到昨天 昨天2天 新北還有2個 那個案子也是單獨的個案 也看不出來 不過相對 新北昨天那2個案子是比較放心 一點 因為CT值很高 那很快就轉陰性了 然後台東的另外案子 現在也不清楚 所以大家知道在台灣現在是多縣市 多個點 有不明的感染源 所以還是要呼籲大家要特別注意 那有症狀的時候 如果能夠到有拆檢站也可以去採 那要不然有足跡的關聯 那也可以自己去領快篩來採 或者買快篩來採 這台水神生成機呢 它只有一個飲水機的大嫂 希望希望水神生成機呢 讓防疫日常變得更方便 更安心 水神生成機在哪裡買呢 來 中天的觀眾朋友 粉絲朋友們 你們可以獨家享有這個好康 請你上快點購 這數量有限 你要買腰快